社區前線媒體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 香港法例第599章 附屬法例G參與受禁群組聚集定額罰款通知書 即限聚令的告票 當時限制是四個人 亦是警方第一次向正進行採訪的記者傳媒發出的告票 我們兩名記者曾經三次向警務人員表示身份和出示記者證 亦展示了採訪的記錄 但當時的警員表示與法庭說 亦說出得來就預料吃得鹹魚抵得渴 拒絕本台記者的追問 我們亦留意到警員在告票上所寫的地址是不存在的 而在5月10日沙田新城市連城廣場採訪期間 我們再次被截查時 下午5時 截查的警員當中有兩名 就是當日5月1日發出告票的警員 當中行動符號是PTUF3PINEIC和PTUF3Fresh5 他們兩名的警員已經在直播鏡頭前同意了一些在5月1日發生的事實 而我們雙方亦沒有爭議的內容 而這個內容就是 發出告票的時候只有我們兩個記者 並沒有第三和第四個人 而記者的而且確有表露身份和展示記者證 而拿出來也有收回 但上述所提及的兩名警員 同意當時沒有時間看 也沒有看到 三、兩名記者當時並沒有穿著反光衣 四、兩名警員當時有份處理向兩名記者發出告票的行動 過程可以看回我們的採訪片段 就會大約是一個小時06.30 而在當日 警員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們針對著這個傳媒的採訪 首先1935警方亦指記者採訪構成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亦指出黃色背心人士阻礙執行職務 亦非觀察者所為 亦有曾經向記者噴射胡椒的噴槍 我們見到其實在以上的事情可以得出一些合理的推斷 就是警方在發出限聚令告票的時候 並不是基於法律的考慮 而是他們明知而無視兩名記者在現場的身份和動機而去票控 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出於這個完成上級或政府給的任務 就是驅散群眾要求盡快完成任務而無視法律 警方面對壓力底下大部分 第二個推斷就是警方壓力底下大部分警員都不能夠正常的判斷能力 作出未經判斷的決定 三 警員敵視記者無視記者身處現場屬工作需要 在現場的動機 當日本台的鏡台所見 未有人穿著記者背心 但是進行採訪意外的行為 我們不清楚警方所指黃色背心人士阻礙執行職務的原因 總括而言 我們認為警方踐踏傳媒採訪權利以防疫為由 打壓新聞自由為實 無視法例所提及的豁免條文 多謝主席 好 好